很快,枕在叶秋腿上的柳二龙就皱起了眉头 自己买的面包似乎过期了 有些磕哑,忍不住抬眸朝叶秋问道 夫君,这家店里的面包是不是太久没换 把过期的卖给我了,我都要咬不动了 嗯? 叶秋看着自己手上都快吃完的面包摇了摇头 一直都这样的,可能你太久没吃过,有点陌生了吧 是吗?柳二龙挑了挑眉头 继续享用着自己的饭后甜点 也许真如夫君所说那般,是自己太久没吃过了吧 不过在这两天里,回到这边自己可以敞开来吃 在拥有赤龙五魂的他面前,没有什么是他不能融化的 只是过期的面包罢了 作为赤龙五魂的拥有者,足以将那面包重新制口 让他重新变得酥软,香甜 叶秋已经吃完,正靠坐在沙发上,闭目小气 过了许久,四做了噩梦般抖动两下 睁开微微颤动的蓝色毛子 夫君我吃好了,要休息的话 还是去踏上吧 柳二龙起身坐在叶秋怀里 面上是诱人的烟红,嘴角上带着几分晶莹 那双温热的柔仪还在叶秋腰上 还不忘给他整理好衣物 你不是说,吃完还要带我去地下室里看看吗 叶秋抬起指尖,轻轻画过他的唇角 为他收拾遗容 不着急,夫君还是先休息好再说 都浪费小半个时辰了 柳二龙嗓音略微沙哑,眸光有些忧怨 没想到自己如此深厚的修味 都还是没办法快速撼动叶秋 自己家地底下的密室,跑不了 随时可以带他去看看 看看他的岳母大人 好吧,叶秋也没有多说什么 刚要收手,柳二龙却是抓住了他的手腕 将叶秋的指尖抿在红唇之中 轻轻卷住,喉咙耸动 将那些残余清理干净 下午,叶秋梅有将柳二龙送回蓝霸学院 直接前往太子府 带上亲人雪便来到了蓝银森林 修炼的时间总是很快过去 落日黄昏 千任雪躺在叶秋怀里 作为修炼结束后的放松 嗅着叶秋身上那淡雅的清香 以及些许醇厚的幽香 千任雪忍不住促起眉头 叶秋 你这样带我出来修炼他们 不会生气吧 察觉到千任雪的绿茶味 叶秋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揽住妖枝的手朝下一去 轻轻拍了拍他的翘臀 雪儿 好像是你自己要求我陪你修炼的吧 你自己说要抓紧时间变强 让我有空就来帮你 哼 我就是看到 闻到那些女人很不爽 千任雪看着叶秋 冷哼一声后也不再多说什么 面色有些发红 现在这样她 其实已经是犯规了 若是让那些女人知道 肯定会排挤她 但叶秋平时间 不都是和她们住在一起的吗 她千任雪 怎么就不能多和她接触 对了雪儿 我手上有一块教皇令 叶秋突然想起来 今天上午 从玉小刚那里得来的教皇令 你怎么会有那种东西 我没记得爷爷有给过你吧 千任雪双手撑在叶秋身上 抬起头来 疑惑地看着她 这是从玉小刚那里得来的 叶秋说着便从神威空间里 将那令牌给取了出来 注视到叶秋的永恒万花筒 千任雪的身子立马有些发软 柔柔地白了眼叶秋 轻轻地蹭了蹭 缓解着心中的冲动 只不过 身子却是愈发地湿热了 结果叶秋手上的教皇令 千任雪细细打量片刻 上面的线条 很是精致顺畅 刻有六个图案 分别代表了六位封号斗罗 浩天锤 七杀剑 蓝殿霸王龙 菊花 鬼和王冠 这的确是真品 玉小刚那个废物 是怎么得到的 是唐浩给他的 应该就是浩天宗那块吧 今天遇到了 就把他给收回来了 毕竟这教皇令的权力 也挺大的 免得以后碍事 叶秋轻声解释道 教皇令 乃武魂殿 颁发给非武魂殿人员的 最高令牌 它的作用 更多的时候 只是一个象征 因为任何 持有此牌的人 都拥有着武魂殿长老的尊威 更如同教皇清零 在武魂殿内部 相当于帝国中的 如震清零 嗯 这点的确值得注意 千任雪微微汗手 随即就把教皇令 还给了叶秋 这块你就拿着吧 说不定参加总决赛时 或者以后也能用上 嗯 叶秋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武魂殿 现在也算是半个 自己家的势力吧 自己拿块教皇令 也是很合理的 本来我还想看看 玉小刚那家伙的记忆的 不过没想到 他后面还跟着弗兰德 叶秋现在想起来 还是有点可惜 他当时只是不想让柳二龙 为此而为难 再怎么样 闯荡魂世界那么多年 哼 怕什么 只要你用心助我修行 让我尽快继承 神威那些阴沟里的老鼠 我都会通通震煞 千任雪撑起身子 居高临下地盯着叶秋 哈哈 那我就等着雪儿 你罩着我了 叶秋笑着抱住 千任雪的身子 没出现 千任雪撇了撇嘴 捏着叶秋的下巴警告道 到时候 你要是比我弱 我就把你当成 竞篮囚竞起来 随意玩弄 那我可得努力了 你个混蛋 是有多不想离开他们 我得对他们负责啊 呜 叶秋眉有给千任雪 多说什么话的机会 直接擒住那 四抹了蜜的红唇 让她有口难言 紧接着消失在了蓝莺森林 蓝莺在远处荡着秋千 哀叹一声 无奈地摇了摇头 自己真的是病了 能看着那两个家伙看一下我 等叶秋回到柳二龙西城小院时 她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 叶秋站在厨房门口 看着那微微弯着身子 忙碌的身影 有些挪不开眼睛 她那风鱼的身材 在紧身围裙的勾勒下 更是凸显出 无与伦比的魅力 每一个曲线 都是那般柔和 诱人透着成熟的绵软 饱满且拥有炽热的生命 那些圆润的线条 在灯光的映照下 散发出迷人的光泽 让人忍不住 想要一清方泽 脸颊 脖梗上露出肌肤白皙细腻 旁腐没有经过岁月 光滑如玉 腿上那高跟和黑丝 更是为她增添了不少魅力 叶秋轻手轻脚走进厨房 柳二龙作为魂斗罗 自然已经感知到了 那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气息 被叶秋在身后 用那般火热如实质的视线打亮着 而且还是盯着重点部位 就好似真的被她玩弄着那般 让她心中也是羞涩不已 面上遍布飞色 甚至有些紧张 害怕叶秋会突然闯进她的小房间里 叶秋看着柳二龙发红的耳尖 以及那齐臀短裙下 紧紧并住 包裹着黑色丝袜的玉珠般的双腿 凹凸有致的妙脉身姿 光是背影都显得很是诱人 阴明夫君 柳二龙呼绝身子一紧 不禁发出低音 是我 让你就等了 叶秋已经从身后抱住了她 轻轻从翘臀抚摸到她的腰肢 轻轻抱住 她的双手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柳二龙身体的柔软与弹性 心中涌起些许的冲动 没有 我也才刚打算炒菜 柳二龙微微扭头 脸上带着一抹红润 声音轻柔 黑毛里都还带着几分水润 现在的她一点不觉得 自己面前的炉灶很热 身后的叶秋比之更加让她温暖 她很享受这种 被叶秋的气息包围的感觉 那需要我帮忙吗 叶秋笑着道 抱着这诱人的风云妙体 心中的爱意更加浓烈 不用了 我自己来做就好了 柳二龙娇称道 声音里充满了甜蜜和羞涩 干柴已经架在了身下 将她烘烤得湿热不已 一起呗 叶秋轻轻将柳二龙的身体 往自己怀里紧了紧 似要将她揉进身体里 夫君 柳二龙紧紧夹着双腿 身子有些发软 若是没有叶秋抱着 恐怕已经要扶着东西 才能站稳了 哈哈 好了 不逗你了 我在外面等你 叶秋看着那油锅 已经开始冒烟 便也没有再逗弄她 只是拿捏几下苏兄 轻轻俯过户型 就离开了厨房 柳二龙搀扶着炉灶 捂着心口 顺着气 捞起砧板上的香料 放入准备好的清泉水中 哗啦 噼里啪啦 身子还没有缓过来 柳二龙只好先打汤 直接将水连带香料 倒进了油锅里 等水开了 再下肉和其他配料 趁着这段时间 她也能好好缓一缓 半个小时过去 在柳二龙的翻炒下 几个菜肴就已经制作完毕 也不需要多招呼 早就等在门外的叶秋 直接上前 同柳二龙一起将饭菜 端到已经收拾好的桌面上 阿夫君 我自己会走的 柳二龙惊叫一声 声音中带着喜意和修意 被叶秋横抱起来 两手还住她的脖梗 修红着脸贴在叶秋怀里 你能走 我就不能抱你吗 你不喜欢的话 以后我就不做了 没有 我怎么会不喜欢呢 只是我身上有不少油烟味 怕什么 不说你是在给我做饭 就算不是你都没 嫌弃我的甜点难吃 还是那么深厚的力道 我为什么要嫌弃 这种微不足道的油烟 叶秋轻笑着 将柳二龙 放到自己准备好的单人沙发上 然后自己也挤了过去 两人坐在一起 也不觉得拥挤 反倒是多了些甜蜜 刘二龙轻轻靠在叶秋肩上 动情地吻了吻叶秋的脸颊 叶秋也侧过头浅尝 那抹娇艳的红唇 叶秋揽住那风鱼的腰肢 笑着道 好了 先吃饭吧 我肚子都有些饿了 嗯 刘二龙微微汗手 温柔地帮叶秋盛好汤 奉上时 脸上带着柔情 柔声询问道 夫君 你今天下午 是不是去找那位 假扮太子殿下的雪儿妹妹了 叶秋愣了愣 紧接着就明白过来 应该是二龙也嗅到了雪儿的味道吧 毕竟自己和她在兰茵森林里 相拥了一下午 修炼完还又轻又豹的 眉少条的对方 也没有隐瞒什么 叶秋如实交代 嗯 早在很久之前 我和雪儿之间的五魂 就发生过共鸣 后来她找上我 一起修炼了五魂融合计 之后 我也经常去太子府 和她一起修炼 那种状态下 我们双方的修炼速度 都能提升不少 原来是这样难怪 荣荣现在悬念叨着 你经常去太子府夜不归宿 她都要怀疑 是不是太子殿下 送了女人给你了 刘二龙虚掩着红唇 发出柔柔的娇笑声 怎么可能就算 她真送女人给我 难不成还能比荣荣 她们漂亮不成 我凭什么夜不归宿 叶秋无奈地翻了翻白眼 说不定玩的花泥 比如 太子殿下送了你很多个 然后又都在一起玩 毕竟我们姐妹们 都还是习惯单打独斗 刘二龙轻笑着道 随即注意到 叶秋怪异的目光 赶紧解释起来 夫君 这 这不是我说的 都是荣荣和燕燕她们的猜测 呵 我还不至于这样 竹青的 七位一体不香吗 叶秋无奈 又好笑地扶着额头 刘二龙按拖一口 要说众姐妹中 除却她之外 就是朱竹青最累了 毕竟身材火爆 还有七位一体的 第四魂纪光石轮上一圈 就最起码交手七次 呵 看着刘二龙那羞难的模样 叶秋也只是笑了笑 抬手帮她盛好饭菜 而后嵌声道 抱歉二龙 今天本来只应该陪你的 但我也不是非要瞒着你们 实在是雪儿的身份 我不好说 又的确需要尽快变强 而且我也怕荣荣她们 对雪儿有偏见 哇 柳二龙娇笑着 轻轻靠在叶秋怀里 夫君你不用和我道歉 不管你做什么 二龙都无条件相信你 我不会和姐妹们说的 但还是那句话 夫君要是有需要人手的时候 二龙也不是你捏的 嗯 我知道 叶秋玩耳一笑 认真的点了点头 两人轻轻我我的 说着甜言蜜语 不知不觉就填饱了肚子 叶秋躺在躺椅上 看着天上的繁星 等待着在厨房里 收拾卫生的柳二龙 没有等待多久时间 柳二龙就利索地擦干手 来到了庭院外 夫君 能麻烦你帮我换套衣服吗 好啊 叶秋没有丝毫犹豫 就站起身来 跟着柳二龙进了房间 房间里 柳二龙已经在叶秋的帮助下 退下了方材下厨时 沾上些许油烟味的黑裙 叶秋蹲下身子 指尖慢慢划过那细腻柔软的腰肢 长腿 将那黑丝的丝袜吞下 而后又吞下柳二龙 那黑色的蕾丝内衣 内裤 眼前的风景 让叶秋有些挪不开眼睛 即使可以说是老夫老妻了 叶秋也已经摸索得很熟悉 其成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但心跳的感觉依旧 病灼西低头坐在床边 耳垂似血 她有着特有的曲线美 该瘦的地方瘦 该丰满的地方丰满 先腰四弱柳浮风 上乘丰胸 下起肥臀 每一处都恰到好处 她的肩膀宽阔 但不过于强壮 与她的细腰形成了完美的平衡 线条起伏有致 无论是穿衣还是脱衣 都散发出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 叶秋不争气地狠狠瞪了几眼 自己这位美艳的熟妇妻子 柳二龙也是羞涩的 不敢直视叶秋 如今的她 做不到当初在星斗大森林里 给叶秋下药交出自己后 那般大大方方地展示 和叶秋待在一起久了 她就好似回到了 年轻时候的那段时光 重新拾起少女时期的 些许青涩和矜持 周边那些年轻的小姐妹 也鞠躬至尾 让她在战斗时 不敢喊太大声 害怕惊扰到睡梦中的她们 夫君 柳二龙双臂抱在身前 也没办法遮掩那双圆月 站起来的身姿窑窍 妙慢 两腿前后交叠 若隐若现间 更是让人血脉喷张 面上还带着 比肩少女的水嫩桃红 可谓是风情万众 浑身上下 散发妩媚迷人 慵懒满足的动人魅力 松开一条藕臂 柳二龙指着床上 那红色的衣裙和蕾丝内衣 夫君 这些是二龙等下要穿的衣服 嗨嗨 叶秋前可两声 深吸几口气 抖起路来都有些卡当 哦 我 我这就过来 柳二龙嘴露出几分满足的笑意 看来自己对夫君而言 还是很诱人的 趁着叶秋过来 柳二龙脑子一热 既扭捏又大方地 转过身来 背对着叶秋弯下腰肢 叶秋闷哼一声 似受到了内伤 看着那完美 成熟至极的蜜桃臀 以及那阴影 叶秋不敢再看 多看一眼就要爆炸了 那完美的护刑 但却不受控制 自己的女人 她叶秋看看怎么了 别说看了她想做些什么 也是天经地义的 在叶秋的注视下 柳二龙弯腰将那些衣裙 咬在口中 而后回过头来 媚眼如丝的 水汪汪的眼睛 同叶秋对视在一起 一步 两步 柳二龙每走一步 身子便暖上几分 脸蛋便娇艳几分 而叶秋的心跳 也随着她的步伐 而剧烈跳动 这真是让人难顶 完全顶不住好吧 叶秋憋得有些脸色长红 微微欠着身子 她倒不是没想过 要化身狼人 但柳二龙带自己去地下室 都还要换身衣服 足以见得 那里面肯定是很重要 亦或者对她 有特殊意义的东西 因此 叶秋也没有着急这一时 叶璇长着呢 柳二龙款款走到叶秋面前 叶秋将手探出 要将那衣物接过来 指尖却是触碰到那苏胸 绵柔的陷落感之中 夹着着电流 两人都忍不住有些躁动 二龙 到时候有你受的了 叶秋的声音有些沙哑 将那红色的衣裙接到手中 柳二龙郊躯顺 眼中闪过几分距异和后悔 身子热流涌动 垂着毛子 声音似乎都带着些许哭腔 傅君 快 快帮我穿上吧 好 叶秋整理着手上的衣物 随即便发现 这衣服有些不对劲 二龙 这些衣服是不是太小了点 刘二龙微微汗手 嗯 这些都是过去很多年的了 小时小了点 但能穿 能穿 叶秋歪着脑袋 打量着那狭隘的心胸 随即又看了眼手上的衣服 摇了摇头 实在是有点难为这套衣服了 对于那对规模 它是最有发言权的 刘二龙自己都看不到全貌 这衣服 只不定会被撑爆 不过 既然刘二龙坚持 那他只能多花点力气 帮他挤一挤了 很快 叶秋就开始给刘二龙 穿上红色的衣裙 短裙倒是还行 还能盖过那臀部 下面是笔直的双腿 踩着青绿色的高跟 穿着黑色的丝袜 腿型非常好扛 至于上半身 内衣还好说 但那红色的外衣 就让叶秋费了不少力气 将手按在二龙身子上 不断按压着 压缩他那丰满的胶躯 二龙 你吸气 是 刘二龙也尝到了其中的艰难 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后 叶秋才越过那最大的关卡 将衣服套了上去 呼终于穿好了 叶秋擦了他头上的汗水 看着被紧身衣束缚住的刘二龙 那丰满的身材 完全被凸显了出来 谢谢夫君 刘二龙也深呼吸的 顺着气 而后便将胸口上的几粒扣子 尖难扣上 叶秋下意识地捂着自己的脸 他是真的害怕 那衣服承受不住 那般丰满的身材 会直接撕裂开来 或者是那扣子被蹦开 弹在自己脸上 好了 刘二龙高兴地笑了笑 穿着修身短袖袖 短裙踩着高跟 在叶秋年轻转了一圈 黑色的袖发飞扬 那裙杯飘起 相风拂面 那翘臀若隐若现 刘二龙蹦跳过来 抱住了叶秋的手臂 四撒娇般 晃动着 夫君给二龙简单地梳个头 扎个马尾巴 他笑得很甜 看起来很是青春 靓丽 如同年轻十几岁般 笑容里多了几分 如同小五那般的俏皮和灵动 叶秋都 有些恍惚 微微汗手 笑着道 好啊 谢谢夫君 刘二龙高兴在叶秋脸上 涂抹上些许晶莹 拉着叶秋 来到自己的梳妆台前 坐好 反手将梳子递给了叶秋 叶秋结果 细心地为柳二龙打理着 只是他有些尴尬 即使离柳二龙有些距离 却还是会碰到他的美背 柳二龙也羞红了脸 很快 叶秋就帮他扎好了简单的马尾 柳二龙站起身来 甩了一下 回眸看着叶秋 元气满满 夫君 二龙帮你 柳二龙拉着熊啾啾气昂昂的叶秋 走进了浴室里 PS 上一张身壑中 叶秋带着些许困惑 跟随着柳二龙走进那里 只见此时看起来四少女般的柳二龙 正垂眸看着自己 原来 柳二龙是注意到 他的鞋带松了 想要帮他重新记好 这份细心的关怀 让叶秋心头 忍不住一出些许火热 柳二龙抿着红唇 抬眸含笑地看了叶秋一眼 随即便缓缓地蹲了下去 看着蹲在自己身前的柳二龙 叶秋不禁伸手 联系地摸了摸那头乌黑亮丽的秀法 如此贤惠体贴的妻子 扶负何求 叶秋抬头望向墙壁上方的小窗户 那里透进来的月光如水般清澈 深吸了一口气 似能汲取到清冷的月光 让他浑身舒爽 身体似乎都要舒展开来 清冷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 湛蓝色的毛子里 有了几分如释重负的感觉 许久 叶秋彭扶卸下了所有的包袱 心灵和身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 房间里 和柳二龙回味那深厚的情意过后 叶秋提前从浴室里出来 神清气爽 一改之前难受 尴尬的样子 扑 舒青的唐岛在柳二龙下午时 铺好的床榻上 即使上面放着充满柳二龙体香的衣物 他也无动于衷 如同君子般 不为外物所动也 好一会 脸上带着桃红的柳二龙 才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看到叶秋 脸上是充满柔情蜜意的微笑 红唇更加丰润 虽很娇艳 却是微微有些浮肿 脸上的笑容没有之前那般自然 是因为他的腮帮有些酸 柳二龙捧着自己脸蛋 轻轻地揉了揉 来到床边坐下 轻笑着要枪叶秋拉起来 声音微微有些发芽 夫君 我们走吧 好 叶秋坐起身来 眼尖的他 很容易就发现 柳二龙的头发丝上 不小心沾到了丝丝缕缕的蛛丝 抬手指了指 二龙 你这里没有收拾好 我帮你吧 啊 哪里还有 柳二龙愣了愣 左顾右盼 方才他应该都处理好了才对 叶秋拉着柳二龙 来到梳妆台 坐在凳子上 这里 你自己看不到 叶秋捏着柳二龙耳边的几缕发丝 上面正乎着白色的蛛丝 嗯 麻烦夫君了 柳二龙脸蛋潮红 方才他一下没完全兜住 一余眼表 只顾着保护自己的衣服了 反倒是有些细节没处理好 没事 叶秋细心地 降柳二龙发丝上的脏东西 收拾干净 而后又温柔地 捧着柳二龙白嫩 似用牛奶洗过般的脸蛋 轻轻地揉了起来 手上泛起银银绿光 怎么样 还酸吗 叶秋微微俯下身子 凑到柳二龙耳边 柔声询问道 不酸了 柳二龙脸上笑容明媚 轻轻靠在叶秋怀里 扭头看着 他再容不下其他事物 呵不 叶秋轻轻捏住柳二龙的下巴 将那抹娇艳的红唇 禽在口中 绿光晃荡 叶秋抿着那温润的唇瓣 帮他细细治疗着 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吞吐着绿光 柳二龙的呼吸变得悠长 眯着眼睛 睫毛轻轻颤动 伸手抱住叶秋的腿 喉咙耸动 和自己夫君的接触 总是那么罪人 不一会儿 叶秋就结束了治疗 柳二龙的声音 也已经恢复如初 靠在叶秋身上 柳二龙抬眸露出赤笑 嘴角勾勒出几分银鱼 夫君 今天可多两次了哦 等一下应该还可以吧 你这是在怀疑 我的蓝银血脉吗 生生不息呢 叶秋看着柳二龙 这俏皮的模样 心里也新鲜得紧 弹手轻轻弹了一下 柳二龙的眉心 吾 柳二龙四情 逗出开的少女般 撅着嘴巴 捂着额头 发出乌烟声 叶秋轻轻笑着 副手在他额头上 轻轻抚摸 柳二龙抬眸甜甜地笑着 今晚柳二龙的异样 让叶秋明白 那地下室里 说不定会是自己 他最为亲近的人 刘母 毕竟就连独孤燕的父母 都被冰封了起来 等待着复活 没道理 柳二龙的母亲 确实没了 好了二龙 该带我去看看咱妈了吧 叶秋俯下身子 轻轻捏了捏柳二龙的脸蛋 夫君 你居然猜到了 柳二龙抱着叶秋的腰 惊奇地看着他 对啊 独孤前辈 其实也早就和我有了交集 燕燕的父母 都被冰封了起来 浸泡在了韩泉里 叶秋柔声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柳二龙站起身来 挽着叶秋 笑着道 那独孤前辈和燕燕能遇到夫君 还真是幸运呢 他们的亲人肯定会没事的 嗯 我会努力的 叶秋轻轻降柳二龙抱在怀里 走吧夫君 我这就带你过去献我母亲 不是咱妈 柳二龙高兴地 甩着自己的马尾 跟着柳二龙 来到某个杂物间的角落里 只见他轻轻 在墙壁上拍了两下 地面就开始松动 而后露出一个正方形的地窖入口 即使是站在这里 叶秋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寒气 朝着自己涌来 夫君 我先下去 柳二龙回眸看着叶秋 说话间 就要将缠着黑丝的眉腿 放到那木制的楼梯上去 二龙 我来吧 被把身上衣服弄脏了 叶秋轻轻揽住他的腰肢 眼中鸿芒闪烁 很快两人就扭曲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了地下 这是一个看起来 很是粗糙的地下室 地面和我墙壁 只能说还算平整 周遭还有木头 在支撑着上面的地板 除去一张木桌 一个葡萄外 还剩下一个靠墙的石台 三者依次排练 靠墙的石台上面 正放着一块蓝色的冰块 四棺木般大小 合在冰火两夜那两具 很是相似 在那冰块面前的 则是一张用于祭拜的木座 上面放着香炉 在那木桌前的 就是那个葡萄了 夫君 柳二龙从浑倒气里 取出一颗发光的夜明珠 将两人的脸蛋照亮 嗯 我在呢 叶秋搂着柳二龙 朝着那冰棺走去 没急着靠近 而是站在桌前 等待着柳二龙的下一步动作 柳二龙站在桌前 将手里的夜明珠 递到叶秋手上 紧接着便从浑倒气里 取出废弃的衣服 将那桌面清扫了一番 夫君 把那蒲团丢了吧 嗯 叶秋点了点头 眼中神威开启 地上的蒲团 立即被收了起来 紧接着 柳二龙便挥了挥手 从浑倒气里 取出新的两个蒲团 放置在桌前 又取出香烛 点燃 上香 祭拜 叶秋自然是紧跟着柳二龙的动作 妈二龙终于把她找回来了 柳二龙扭头看着身旁的叶秋 眼中带着点滴泪光 叶秋轻轻握住她的柔椅 她没有等过 不知道二十多年是有多漫长 现在能做的 只有陪伴 跟着柳二龙起身 来到那冰棺面前 里面冰封的 是一位面容娇好的妇人 脸上带着些许皱纹 和病态的苍白 容颜和柳二龙很是相似 穿着青色的布衣 有着较为完美的曲线 因为岁月和苦难的侵蚀 变得不是那般丰满 不然 她的身姿 恐怕是与柳二龙相当的 只是在气质上 多了几分柔弱 叶秋身旁 柳二龙已经忍耐着霜冻 趴在那冰棺上 朝着里面的妇人低语 妈 女儿现在过得很好 妈 等你睁眼 说不定就能抱外孙了 渐渐的 柳二龙的声音就带着抽气 叶秋在旁边轻轻拍着她的背部 同时也在观察着冰棺 这种冰层 看起来并不是很坚硬 叶秋甚至觉得 现在的自己 都可以把它弄碎 但神奇的是 她却是将里面的人 也化作了冰块的一份子 也就是说 里面的已经不是人了 是冰块 但这种过程 似乎是可逆 而且还是不会融化的 亦或者说 是万年寒冰级别的 想要自然化开 需要的时间 绝对不短 叶秋都有些好奇 这到底是怎样一种婚迹了 夜色撩人 万籁俱寂 忽然有如同婴儿 啼哭般的猫叫声响起 苗 庭院的角落里 两只被冷水淋过的猫咪 看着草丛中的 茁壮成长的猫薄荷 立即上前争抢 呈现双风贯耳 两面夹击之势 苗 屋檐上 又是一只猫咪落下 朝着猫薄荷的顶端 扑咬了过去 苗 冰冷的猫咪 争抢着下段 灵活的猫咪 不断咬着顶端 从那地下试出来时 夜已经过半了 柳二龙哭了许久 两人都没了 深入交流的兴致 夜秋也不在意 毕竟今天都已经 麻烦过二龙两次了 也不能太贪得无厌 夜秋从神威空间 取出一张床 和柳二龙躺在院子里 看着头顶的夜空 吹着清爽的夜风 然后有兴趣地看着 三猫抢食的一幕 许久过后 那草丛里的猫薄荷 便被啃食掉之夜 倒塌在草丛之中 冰冷的夜色 为其扑上些许白霜 只剩下屋檐上 飞下来的猫咪 还在大块朵移 收拾着残局 不论甘露 白霜 还是那倒下的猫薄荷 全部都逃不过 填饱肚子的猫咪 跑到屋檐下 蜷缩着身子 静待天明 夜秋也收回自己的目光 夫君 柳二龙忽然发出 有些难受的声音 抓着夜秋的手 放在自己的苏兄 那里是一片冰冷 没有丝毫热量 夫君 二龙的身子 是不是冻坏了 二龙半个身子都压在夜秋身上 依旧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放心 只是暂时的 我帮你揉揉就会好的 夜秋笑着 就要伸手治疗 柳二龙趴在冰块上那么久 不被冻麻才怪呢 嗯 那就让夫君帮我 柳二龙却是躲开了夜秋的动作 轻轻抱住他的身体 夜秋愣了愣 不明白他要做什么 很快 夜秋终于明白过来 原来二龙是受到刚才场景的启发 在各种时候 想要化开身上的尖兵 最好 且最有效的方法 无疑是拾取干柴 而后点燃起烈火 用前柴燃烧出来的热量 轻而易举的 就能使冰块融化开来 冰冷和柔软 围绕着炽热 呼 夜秋仰头看月 舒展着身体 即使柳二龙躺在他身上 也妨碍不了他舒畅的吐息 轻轻抱住柳二龙的温热的腰肢 夜里冷风吹过 夜秋不禁想到了小兰 不同的是 小兰的妮子是忽冷忽热 而二龙则是冷热共存 两者之间各有千秋 夜慢慢过去 出阳东声 夜秋看着泉在自己身上 面色晕红 有些浮肿的红唇微微翘 依领露出雪白风光的柳二龙 面带温柔的笑意 二龙 该回学院了 夫君直接带我回去就行了 柳二龙脸蛋有些酸 不想多费口舌 直接抱住了夜秋的脖梗 好吧 蓝霸学院的众女 居然发出声声惊呼 哇 二龙姐你这是 吃了反老还童药吗 好亮啊 宁荣荣看着身材好到爆炸 穿着堪堪没过肥腿的短裙 背着青春气息慢慢的单马尾 忍不住发出惊叹 荣荣 你的意思是 我以前很老吗 柳二龙红着脸 对宁荣荣他们的反应 很是满意 没有 没有 宁荣荣连连摆手 虽然她是小魔女 但对柳二龙也是有些发出的 哼 没有就好 柳二龙扬了扬手上的拳头 撩了撩自己的马尾 满脸得意 二龙姐 你这些动作 怎么有点像小我 猪猪轻捏着下巴 看着柳二龙 又时不时看向小五 有吗 小五坐在夜秋怀里 拿着胡萝卜 戳了戳自己脑袋 有啊 有 小兰跳着来到小五面前 甩了甩小五的蝎子便 小五皱着眉头 食指点着猪唇 好像是有一点 阿呼 夜秋轻轻敲了敲小五的脑袋 这动作又不是你的专利 很多年轻女孩 都会玩自己的头发 不想玩的时候 就朝着后面丢去的吧 好像是哦 我也经常拿自己的双马尾丸 白晨香愣了一下 看着自己手上拿着的发尾 认同地点了点头 夫君说得对 谁没有年轻过 这种事情老娘还要学吗 柳二龙插着腰 冷哼一声 看着旁边的酱猪 立即抓过来 搂在怀里 阿院长大人 酱猪忍不住惊呼一声 两女大球小球地挤在一起 还真像是对姐妹花 看着似要窒息的酱猪 夜灵灵面杀下的嘴角 怎么样也压不住 啊 燕子 你做什么 柳二龙惊呼一声 迅速放开怀里的酱猪 捂着自己身子躲开 簇着带眉 看着扑了个空的独孤燕 独孤燕摊开手来调侃道 二龙姐这下好了 你一个人就能演艺少女 少妇 叔父三个角色 以后夫君不得狠狠地爱死你 呃 夜秋翻了翻白眼 这话题又不正经起来了 燕子是羡慕了吗 柳二龙捂着风润的红唇 忍不住发出得意的娇笑声 求恨天红着脸 看着这一大院子的女人 一个个都没脸没皮的 老实说些婚话 达然羡慕了 独孤燕还没开口 倪荣荣就开始实名羡慕起来 她已经缠夜秋身子很久了 甚至还忍不住翻转 挂在夜秋身子 为此付出了另辟蹊径的承诺 话说二龙姐今天 怎么会这么早回来 难不成是昨晚很早就求饶了 小五歪着脑袋 不解地看着柳二龙 以及自己身旁的夜秋 是啊 二龙姐每次陪完夫君后 不是都跟没睡醒样吗 今天的状态有些不对 独孤燕好奇地打量着柳二龙 嗨嗨 夜秋干咳两声 踢着怀里的小五 抱着身边的夜玲玲 好了 这种话题有什么好聊的 我温柔点你们还不乐意不成 夜秋翻了翻白眼 带着两女跃到屋顶 哪里温柔了 宁荣荣忧愿地撇了撇嘴 反正她是完全没体验过 夜秋的手段也不敢太过分 哈哈 好了姐妹们 来修炼了 柳二龙娇笑一声 抓过宁荣荣和酱猪 就朝着屋顶跳了上去 今天晚上 她必须要得到夜秋 将她完全包裹 昨天自己都只是 和她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而已 离之根之底还有些远 早上的闹腾 很快就过去了 准备早餐时 柳二龙也没有带着夜秋离开 而是回到房间里 让夜秋帮她重新换一身衣服 在自己家姐妹和夫君面前 她好意思穿的年轻点 但到了七宝刘离宗 她可不好意思这么穿了 中午时间 夜秋带着柳二龙 求恨天前往了猫和老鼠雕刻店 随即带着她去了庇游村 祭拜了一番自己的爷爷 老夜头 哼 要不是当初那个臭女人拦着 我早就能找到夫君了 行走在乡间小道上 柳二龙看着这周遭的风景 忍不住触景生情 当年 自己就是被月华告知 夜秋在这里生活 想要出发时 被比比东打了个阵阵 夜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干笑 夫君 就算你以后不帮我 也不能帮着她 柳二龙扭头看着夜秋 神情严肃 夜秋举起手来 二龙 我肯定不会帮她欺负你的 话说夫君也还不知道 那个女人在做些什么吗 不太确定 应该是在完成神考吧 夜秋微微摇头 两个比比东她 目前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亦或者说是不知道事情 会如何发展 神考 刘二龙心中一惊 这么个词汇 她还是在昨天 在七宝刘黎东的时候 听自己的夫君说过 没想到比比东 居然是被神奇选中的人 难怪她会那么强 不过这也是好事 有她在 最起码可以帮到夫君很多事情 嗯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也许总决赛的时候 会和她有些交集吧 夜秋捏着下巴 话说 二龙你想回家吗 回家 刘二龙愣了愣 抱着夜秋的臂膀 靠在她肩上 柔声询问道 夫君说的是蓝店霸王龙宗吗 夜秋微微汗手 那不是二龙的家 我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连我妈的下落 死活都不过问一句 算什么丈夫 父亲 刘二龙对蓝店霸王龙宗 并没有多大的好感 有限的好感 也只是依托着她的血脉 天赋和实力 不然 即使她是蓝店霸王龙宗二 当家的女儿 也没办法让宗门支持她 建立起蓝霸学院 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亲人 即使不认蓝店霸王龙宗 也得任欲罗勉吧 夜秋挑了挑眉头 捏着刘二龙的腰肢 打趣道 夫君既然叫我认她 那你怎么还对她直呼其名 刘二龙娇媚地翻了翻白眼 哈哈 逗逗你吗 夜秋轻轻在刘二龙白嫩的脸蛋上 啃了一口 哼 还是不去线好了 免得惹上麻烦 刘二龙也不觉得 自己把夜秋带过去 遇罗勉会笑脸相迎 肯定会闹出别的吗 额子来 刘二龙不想去 夜秋也不抢球 也许也和她现在的年纪 或者不够强有关 夜晚 月明星夕 海天一色 风平浪静的海面上 有一只跌宕起伏的小帆船 不断晃动着让海面泛起波澜 那帆船一会儿 在海面上沉沉浮浮 一会儿又在前后摇摆个不停 那晃动似有着某种规律 力道总是往一边倒 似倾拿重放的那种感觉 很快 黑色的夜空中乌云遍布 风雨欲来的海面上掀起风浪 船舱内 夜秋抱着柳二龙打开窗户 看着外面的海浪和乌云 哗啦碰 浪花拍在船身上 势大力沉 帆船朝着柳二龙的方向倾斜 夜秋也随之压迫而去 二龙 好像要下雨了 夜秋猝着眉头 抓住柳二龙的腰肢 不让他摔倒 嗯但是 我们等会再走 我现在啊 船身倾斜 柳二龙忍不住发出惊呼 砰 树米高的海浪 倒卷进入船舱 柳二龙腿上的热浪 汇聚在那海水之中 浪要倾覆帆船 船在遇浪 夜秋在遇龙 啊 柳二龙惊呼一声 窗外的海浪 一浪跌一浪 朝着帆船袭来 夫君 二龙要起飞了 柳二龙张开身后的雷烟龙翼 带着夜秋飞出船舱 在海面上遇风而行 夜秋依旧在遇龙 看着下方被海浪吞没的帆船 柳二龙郊躊不断颤离 夫君我没力气了 柳二龙的雷烟双翼 虽然已经展开 但在这恶劣的天气下 一浪比一浪猛 何况还是在天上 上方乌云 雷电密布 这种背着夜秋乘风破浪的感觉 让他感到危险 刺激又无力 二龙 没事我们先回神威空间 夜秋身后张开蓝银双翼 抱着柳二龙的身体 眼中永恒万花铜转动 两人消失在了 惊涛骇浪的海面上 只留下一片温热的雨水 神威空间里 夜秋抱着柳二龙落下 收起翅膀 将他风鱼的身子 放在床榻上 床榻剧烈晃动得不停 夜秋抓住他的腰肢 试图稳住 一夜过去 朝阳出声 雨过天晴 海上刮了一晚上的风浪 早已经停歇 夜秋也是在那个时候 抱着已经睡过去的柳二龙 进入了梦乡 海面上的空间 忽然扭曲起来 夜秋横抱着柳二龙 出现在半空中 看着那海平面上 升起的太阳 刚刚醒过来的柳二龙 浑身都娇软无力 只能慵懒地看上两眼 二龙 我还是先带你回蓝霸学院吧 夜秋无奈地摇了摇头 昨晚还在通宵训练 坐上下蹲的柳二龙 可是威风凛凛的呢 如今看来是累得不行了 嗯 都听夫君的 柳二龙连说话的欲望都没有了 现在只想早点回去 先好好睡一觉 然后美美地泡个热水澡 将身上各个角落留下的痕迹 都清洗干净 柳二龙没有兴致 夜秋也不想久留 永恒万花筒绽放 空间扭曲间 夜秋和柳二龙的身影 消失在海面上 出现在柳二龙的闺房里 夜秋将柳二龙安置后 就朝着外面走去 朱朱青已经起来 看着夜秋 高兴地扑倒夜秋怀里 早起得的猫咪有得吃 现在姐妹们 都还没有从房间里出来 朱朱青即使不争不抢 也不会错过这种机会 夫君 那对苏兄贴在了夜秋身上 夜秋也熟练地 揽住了朱朱青的腰肢 朱青 你突破四十九级了 嗯 昨晚突破的 朱朱青笑着靠在夜秋怀里 很快就促起了眉头好心 好乱的气息 夫君治二龙姐没事吧 嘿嘿没事 我有分寸的 她只是有些累了而已 夜秋前可两声 那就好 朱朱青白了夜秋一眼 将自己的樱桃小嘴 抹上夜秋的唇 即使其中 还有着柳二龙的气息 朱朱青也不在意 享受着这难得的独处时间 夜秋也抬手轻轻地 在她身上滑动着 小秋 听到小五的声音 朱朱青喉咙快速耸动两下 便轻轻松开夜秋 红唇上留下些许晶莹垂涎 噗 小五从侧面冲了过来 夜秋张开怀抱 迎接着八爪鱼式的柔骨魅吐 小五圆又大的飞眸 凝视着夜秋 捧着情郎的脸 调皮地吐出小舌头 挠了挠夜秋的脸蛋 紧接着就拧着小脸 吐着舌头怪一道 小秋 你身上的味道好怪啊 可能是碰到海水了吧 夜秋拖着小五的看着翘臀 看着她吐着舌头的调皮样子 擒住她的红唇 为她净化一番 调侃道 现在舒服了吧 还行 要是时间长点就好了 小五鼓着腮帮 嬉笑着 小五你还真信她的鬼话 什么海水 我看明明就是二龙姐 宁蓉蓉打着哈欠 忧怨地看着 身上挂着小五的夜秋 夜秋身上没有她的席位 她不怎么高兴 若不是顾及周围姐妹有不少 恐怕她已经 会在夜秋面前 要尝上一口热乎的早点了 扑夫君怎么可能会被淹死 肯定是二龙姐吃撑了 独孤燕扭着水蛇腰款款来 身边跟着夜玲玲 话说你们怎么一个个的 都喜欢聊这种话题了 夜秋无奈地翻了翻白眼 刚从房间里走出来的酱猪 忍不住大卫赞同地点了点头 她才是最难受的那个 对对 他们还经常叫小五姐流氓兔 明明他们比我更流氓 小五嘟着兔唇 向夜秋控诉起来 她只是对小秋热情一些而已 才没有和他们一样 懂得那么多 虽然道听途说下 现在都差不多懂了 但她绝对不是流氓兔 宁蓉蓉吻哼一声 指着夜秋道 哼 流氓兔明明是夜秋先叫起来的 小五你要怪 也该怪夜秋 小秋能叫 你们不能叫 小五嘟着嘴 夜秋叫她流氓兔 她很乐意 她也的确经常在夜秋身上耍流氓 另外 这个称呼从夜秋嘴里说出来 也能让她 想到以前的事情 是她的回忆 而且 她在夜秋身下的时候 也经常乱叫呢 诸如我是蓉蓉 我是玲玲这种话 也喊过不少次 这样看来 让夜秋 叫几声 完全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些不过是 她和小秋之间的情调而已 也许是想到这些 小五看着宁蓉蓉 忍不住有些心虚起来 补充道 就算你们真要救 也是不能让外人知道了 小五 你怎么突然就改口了 该不会是 做了什么坏事 瞒着我们吧 宁蓉蓉挑着眉头 认识这么久 她还是很了解小五的 喜欢做大姐大的她 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服软 我哪里做什么坏事了 我都是 看在姐妹的份上 反正就是 不能让外人知道 小五撇了撇嘴 埋头在夜秋怀里 哼 夜秋看着小兔子 杏杏的样子 忍不住揉了揉她的脑袋 哈哈 我们当然不会让外人知道了 独孤燕捂着红唇轻笑着 随即白了夜秋一眼 扭着腰枝 来到夜秋身侧 吐出蛇杏 点在夜秋脸颊 夫君我们聊这些话题 你不应该感到高兴吗 毕竟 其实我们 再怎么说些什么虎狼之词 我们姐妹们话题的核心 一直都是你啊 叶玲玲看着自己的好闺蜜 忍不住按唾一口 这样的爱真让她面红耳赤 对 臭女人说的有道理 宁荣荣赞同地拍了拍手 这样 罢了 反正你们别在外人面前 说就行了 夜秋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里倒是的确有些高兴 哼 你以为我们是什么怨妇吗 才不会在外面 嚼这种蛇根呢 宁荣荣翻了翻白眼 她可是大家闺秀 宗主大人 怎么可能会在大庭广众 说这种东西 白晨香和小兰 仇恨天机女 出来的有些晚了 错过了七嘴八舌 有些热闹的时候 未了赶上早会小兰 急急忙忙地 把没穿好衣服的仇恨天 也拉了出来 小兰姐姐 我的衣服还没穿好 会被学长看到的 臭家伙 不准看 宁荣荣娇诈一声 踢了踢夜秋的小腿 我没看 夜秋言辞证明清白 小五已经把小手 覆盖在了夜秋眼睛上 猪猪精抿着红唇 轻轻笑了笑 小兰妹妹 你干嘛那么着急 小天衣服 都要被你扯坏了 和仇恨天 沾青带骨的白沉香 无奈地白了小兰一眼 姐姐们笑得太开心了 小兰有些好奇吗 小兰挠了挠自己的脸蛋 看着热闹没了 扭过头 看向仇恨天 小天妹妹 对不起了 没 没事的 是我不小心睡过头了 仇恨天摇了摇头 本来每天都是她负责 叫小兰起床的 只不过昨晚抡锤子 修炼得晚了些 不小心睡过头了 听见外面凝容容 她们的吵闹声 才从睡梦里醒过来 小天妹妹 晚上修炼太累了的话 其实可以叫小兰妹妹 给你治疗一下的 将猪轻笑着 帮仇恨天把露出来的肩带 轻轻地放了回去 好啊 以后每天晚上 我都帮小天妹妹 用生生不息 调理一番身体 小兰对自己唯一的妹妹 完全不会感到麻烦 会不会太麻烦了 仇恨天可是知道的 小兰睡得老早了 真是不知道为什么 除了睡就是吃的 她身上那可怕的羞味 是怎么来的 找我也行 叶玲玲轻声道 我应该也可以 将猪轻笑着 揉了揉求恨天的脑袋 好了好了 今天你们先修炼吧 我先去洗个澡 夜秋将小五放开 朝着朱朱青的房间里走去 身上的气息 的确有些迷乱 二龙姐肯定累惨了 凝蓉蓉嗅着空气中 遗留下来的气味 有些期盼 其他鸡女也是脸色晕红 好了 宁大小姐 我帮你上去修炼吧 独孤燕嘻笑着 揽住凝蓉蓉的腰肢 啊 我不要小五会帮我的 哈哈 臭女 不准啊 恼我 在凝蓉蓉的大笑声里 独孤燕将她带上了屋顶 朱朱青无奈摇了摇头 玲玲 我带你上去吧 嗯 谢谢 叶玲玲上前抱住朱朱青 不管多少次 她心中都会感慨 这心胸实在是太过狭隘了 酱朱 我带你上去吧 白尘香身后双翼展开 牵起酱朱的柔仪 众女坐在屋顶上 看着飞上来的酱朱和白尘香 独孤燕揶揄地看向酱朱 酱朱 你上来做什么 啊 我我修炼啊 酱朱粉色的眸子带着不解 倒也没有觉得 独孤燕是在排挤自己 毕竟大家都很熟了 独孤燕无奈地摇了摇头 盘坐好 继续道 这种时候 你都来陪我们修炼 那你什么时候 才能变成我们真正的姐妹啊 酱朱红着脸 有些不明所以 她对叶秋的心思 也没有什么好掩饰的 朱朱青眸光微闪 没有说话 凝蓉蓉灵动的青眸转动 有些明白过来 酱朱要不你还是去 陪那个臭家伙洗澡去吧 啊 酱朱面色变得血红 支支吾吾的 这 这怎么可以 夜 夜秋她都眉 酱朱姐姐不去 小兰去 小兰举起小手 眼中露出几分激动 求恨天震惊地看着这群女人 实在是太大方了点 哎呦 凝蓉蓉没好气地 敲了敲小兰的脑袋 酱朱 夫君不会拒绝的 不然她怎么会默认这两天呢 朱朱青在旁边劝说道 凝蓉蓉看着酱朱发育完好的身体 忍不住告诫道 不过酱朱 你可不能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哦 可以动嘴皮子 耍手段 但不能谢谢 我 我不会的 酱朱连连摆手 脑子里晕乎乎的 面色长红 脚步都有些虚浮 放心好了 二龙姐也是这个意思 本来这事是她来引导你的 但她现在说不定还在梦里酣战呢 只好我们来和你说这件事情了 独孤燕的话 似乎给酱朱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那 那我这就去 酱朱低着头四驼鸟般 刚来就要自己帮忙洗澡 也太让她难为情了 独孤燕点了点头 当然了 不然等下夫君都要出来了 简单擦背就行了 哦 酱朱猛猛地点着头 就要转身离开 啊 甚至忘了自己还在屋顶 好在白神香及时将她接住 朱竹青的木屋 浴室里 叶秋正站在花洒下 冲洗着身子 湛蓝色的发丝遮住眼睛 温暖的水滴 顺着白净的肌肤滑落 从头淋到脚 叶秋的头脑都变得清醒很多 就在这时 因为紧张 走错了房间的酱朱 终于赶到了战场 咔嚓 听到开门声 叶秋也不以为意 毕竟鸡女也经常给她擦背 她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直到一只温热的御手 颤颤巍巍地触碰到背部 叶秋才好奇地回过头去 紧接着就瞪大了眼睛 酱朱 是 是我 酱朱面色长红 神志都有些不清醒了 身上还穿着红色的长裙 温水淋在上面 勾勒出那匀衬的身材 既不丰满 也不瘦弱 独孤燕说得对 叶秋被众女围着 根本很难有时间理会自己 自己要是不主动点 就得一直保持这种尴尬的关系了 被叶秋注视着 死死地咬着红唇 低声道 叶 叶秋 我帮你擦背吧 叶秋愣了愣 酱朱会在这种时候进来 肯定是他们默许 甚至是指使的 点了点头 将手上的毛巾围在腰间 嗯 那就麻烦你了 吸了一口气 说完就低着头 咬着牙 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粉色的秀发被淋湿 忽在潮红的脸蛋上 酱朱眼睛都不敢乱看 盯着眼前的毛巾就扯了下来 叶秋微微正神 头上顶着两个问号 酱朱也是有些梦了 自己这是在做什么 怎么把这条毛巾给扯下来了 酱朱的脸上都要滴出血来 声音都有些颤音 他也没办法帮叶秋吸回去了 只能硬着头皮 往下一个步骤操作 我 我要开始了 说着 酱朱便咬着红唇 抬起手 开始给叶秋擦背 浴室里 酱朱的脸上都要滴出血来 动作都带着微微的颤动 叶秋不知道什么时候 把放着的温水改成了冷水 但那冰凉的冷水 也不能浇灭酱朱脸上 身上火烧般的感觉 叶秋抬起手撑在墙上 低着头 闭着眼睛 这冷水在不知不觉中 似乎已经变热了不少 酱朱咬着红唇 粉色的眼睛有些发红 心跳得很厉害 鼻息有些混乱 拿着手上的毛巾 为叶秋擦着背 动作轻柔 指尖时不时触碰到 叶秋身后的肌肤 酱朱 今天你想去哪 为了缓解尴尬 叶秋轻声询问道 啊 我没有想好 酱朱耿着脖子 原本早就幻想过 无数回的事情 在这一刻 有些脸红脖子粗 脑子里乱糟糟的 语无伦次 好吧 那等上午的修炼完 你再告诉我 叶秋微微汗手 也不再多说什么 嗯 酱朱点了点头 浴室里 只剩下稀稀利利的水流声 酱朱认认真真的帮叶秋擦拭着 自己力所能及的每一处 半刻钟过后 背上滑动的柔仪 已经拿开 叶秋也缓缓地吐出一口 长长的浊气 叶 叶秋 噗 酱朱咬着银牙沉没许久 忽然从身后 将叶秋抱住 还不等叶秋完全放松 一句温热 柔软 湿漉漉的躯体 便从后背贴了上来 叶秋也愣了一下 回眸朝身后看去 酱朱将头 靠在叶秋背上 双手还住她的腰身 她还是第一次 离叶秋这么近 身上散发出来的芳香 和小兰的很相似 又有些不同 从叶秋身上 传递过来的热量 让她更是晕乎乎的 额头上的 已经分不清是水珠 还是汗珠 叶秋我 我先出去了 柔弱的声音 带着些许娇媚 酱朱握着袖拳 甚至不敢触碰 自己长时间 渴望不可及的人 啊 呼的 酱朱忍不住发出惊呼 往后退去两步 叶秋已经转过身来 被指着 酱朱赶紧捂着眼睛 慌不择路地跑了出去 呃 叶秋愣了愣 无奈地摇了摇头 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吧 垂眸看着自己紧绷的身体 值得将冷水开大些 好在昨晚交代了不少 在柳二龙身上 不然还很难消停 外面庭院里 已经修炼完子季魔童的 独孤艳姬女 已经开始分工合作 准备好热气腾腾的早餐 在秋千上的小兰 看着浑身湿漉漉 面色长红 从朱竹青房间里 逃出来的酱朱 立即笑嘻嘻地跑了过去 眼中带着几分狡黠 酱朱姐姐 怎么样 哥哥没有欺负你吧 啊 没 没有 酱朱大喘着气 摇着头 粉色的短发护在脸上 看起来很是娇弱 我 我先去换衣服了 酱朱低着脑袋 根本不敢看独孤艳他们 低着头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荣荣大小姐 你说酱朱到哪一步了 独孤艳嘻笑着 和凝蓉蓉猜测起来 哼哼 看他那小龙虾式的样子 说不定只是擦了擦背 然后就跑了 凝蓉蓉看着独孤艳气哼哼的 他第一次给夜秋擦背的时候 还是听说 夜秋不仅差点进了独孤艳的房间 还已经拜堂了 那个时候 他也是休得不行的 只不过 后面遇到的姐妹多了 发现自己的身材处于垫底位置 他这才开始钻研私主管弦之乐 我觉得也是 独孤艳认同地点了点头 随即看向身旁的夜灵灵 也遇到 灵灵 你可不能和酱朱一样 受伤了也没关系的 夫君会治好你的 燕子 你 你别说这些 夜灵灵抬眸白了他一眼 姐姐这是在叫你呢 你看人家宁大小间 都已经把坑位站下来了 既然都已经认定了 还有什么好害羞的 害怕闹出人命 那就做些不会闹出人命的呗 独孤艳搂着夜灵灵的小蛮腰 轻轻捏住夜灵灵的下巴 叫一道 燕子 这些事情我有分寸 夜灵灵面纱下的面色扫红 独孤艳教了他不少 但他做不到 灵灵 要不要小五姐姐一批胡萝卜给你 嘎嘣 小五在旁边啃着胡萝卜 忍不住插话道 扑嗨嗨 白沉香忍不住笑了出来 被自己的口水噎倒 察觉到凝蓉蓉的目光 朱朱卿默默地坐远了些 在他的印象里 好像还是他先使用吸管喝奶的 就在史莱克前往新斗大森林 夜秋送自己仙草时 求恨天默默地观察着他们 夜秋学长 能把性格相差这么远的姐姐们 聚在一起 也是十分不容易的 酱猪的浴室里 他正在胡乱地挠着自己的粉色秀法 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刚才夜秋明明 要对自己做什么的干嘛 跑得那么着急 可是可是夜秋的身体 真的好霸道 酱猪忍不住一想 他感觉 若是自己被撞一下 可能会是死路一条 想到现在还躺在床上的刘二龙 酱猪终于明白 为什么身为魂斗罗的院长大人 也不堪鞭策 也明白 其他姐妹为什么会对院长大人 那么幸福了 呼 酱猪拍了拍自己云衬的苏兄 坐着深呼吸 冲着温水 自己该让夜秋带 自己去哪里呢 带夜秋去自己的村子里吗 还是拉着他 去兰霸学院里逛一圈 等夜秋从房间里穿戴整齐出来时 长长的露天餐桌上 已经放好了煮好的鸡蛋面条 酱猪也已经换了一套衣服 坐在了座位上 夫君没想到还出来的挺及时嘛 我们刚要让酱猪再入虎学去叫你吃饭呢 独孤燕撑着下巴 眼角余光看着酱猪 嘴角带着几分鱷鱼的微笑 我 酱猪抬眸想要解释 又不知道说些什么 自己的确是被吓出来的 好了 燕燕竹青豆已经突破四十九级了 你什么时候突破到五十级啊 夜秋白了他一眼 说话间已经坐在了酱猪旁边 还有一段距离 放心好了 总决赛之前肯定行的 聊起正事 独孤燕也严肃了不少 独孤燕笑了笑 又补充道 说不定轮到夫君你陪人家的那天 燕燕就能突破了 那就最好不过了 夜秋笑着点了点头 降降朱迪过来的碗筷 结在手里 不过不是第一个吸收四万年魂环的 我还是有些不高兴呢 独孤燕撇了撇嘴 雪柯在这庭院里 也待过不少时间 夜秋没有说的话 在他们组织的姐妹有话说 姐妹讲故事的深夜勾火活动里 他们当然也能从雪柯嘴中知道 这种事情也要比吗 魂环年线又没有遍地吸溜 小五挪了弩嘴 捡起桌子上的面条 狠狠地吸溜一口 第一次总是有些纪念意义的吧 白神香轻声道 那当然了 独孤燕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酸酸道 就比如小五是夫君的初恋 还是第一个和夫君突破肉体上的 实质性关系的 在夫君心里肯定印象深刻 他可不会忘记自己和他求欢的时候 说年纪小 自己提议让夜秋把小五说服的时候 他可是没有反对意见的 小五面色通红 但却是理直气壮 初恋作为第一个 很合理啊 就是 就是 明蓉蓉则是看向了独孤燕 眼里带着忧怨 他才更应该不爽才对 自己刚舔着脸 把夜秋那个木头拿下 结果没过多久 那臭女人就横刀夺爱 忍不住道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可是第一个把夜秋带进圈里的 虽然没有破圈 但也足够臭家伙铭记了 而且 还有亲爷爷 下药这种奇葩事件的加成 更是印象深刻 那倒是 独孤燕翻了翻白眼 坦然地点了点头 也不觉得有什么了 这件事情 在这院子里 都已经算是人尽皆知了 这些事情 就没必要说了吧 夜秋一个头两个大 他最怕的 就是这些红颜知己 非要在他面前 奋出个高低贵贱出来 我们的经历不尽相同 有不少事情 我都只和你们一个人做过的 没必要比这些 哥哥是不是要汗流加倍了 小兰眯着眼睛 笑嘻嘻的他 可是哥哥的心肝宝贝 肯定是破 白尘香忍不住轻声笑着 朱朱青也低着头 轻轻笑着 有些甜蜜 那时候他的表白 绝对是让夜秋印象深刻 耳目一新的 夜灵灵点了点头 他和夜秋做的事情 的确很特别 特别是自己那不正经 又财又爱装的妈的存在 毕竟纵观这些姐妹 好像都凑不出来几个妈 有妈妈打助攻的 更是一个没有 酱猪在旁边静静地听着 抬眸看着旁边的夜秋 自己是不是也给过他不一样的 好了 不说这个了 说起这个来 我们都要被各自的狗粮填饱了 独孤燕笑了笑 等一下我们要叫上 二荣愿长吗 酱猪细嚼慢咽地 朝着身旁的夜秋看去 不用了 让二荣多休息一会儿吧 等一下我们过去修炼 夜秋微微摇头 对战况最未了解的他 是最有发言权的 对了 今天我不打算让你们修炼 七位一体融合剂了 啊 那我们修炼什么 难不成要修炼八位一体吗 凝蓉蓉咬着筷子 皱着眉头 可是七位一体 都还没有完全掌握呀 夜秋摇了摇头 只是七位一体的话 局限性太大了 一下子亮底牌可不行 夫君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修炼五位一体 三位一体 朱朱轻挑了挑眉头 紫眸微微发亮 他早就想体验一下 作为融合剂的主导者 是什么感觉了 嗯 适当地减少人数 也可以减少其中的风险 而且完全寄托于七位一体 还是有些太危险 像火把子一样 夜秋捏着下巴分析道 即使是自己的须左能乎 也存在着地面那个防御死角 若是其他六女施展六位一体 而他则是在旁边侧应 且随时可以进行补位的话 七位一体融合剂的机动性 显然可以提高不少 这样的话 的确可以到时候 遇到强大的队伍 也不用老是夫君上场了 即使是使用七位一体没办法 及时恢复过来时 替补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独孤燕也点了点头 嗯 所以今天就先由竹青 来作为六位一体 亦或者五位一体的融合剂主导吧 再进行简单的修炼中 也不耽误七位一体的熟练度 毕竟殊途同归 好啊 这样的话 我们的负担也能小伤很多 中午也不用睡呢 那么久来恢复了 宁荣荣笑着答应下来 要不是容环的技巧 一时间没办法速成 他都想让其他姐妹 也好好学一学 毕竟 即使是单独的魂师施展容环 也能爆发出不小的力量 活武的活武耀阳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魂中的修炼 可以爆发出魂王第五魂技的力量 叶秋又提了一条建议 另外 晚上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斗魂场 进行团队斗魂 修炼都是四十多级 比起群殴魂兽而言 效果会好得多 好啊好啊 小五姐都好久没打架了 都要忘记 还有斗魂场这种东西了 以后小秋每天都带小五姐去一趟 狠狠踢烂他们屁股 小五挥舞着自己手里的胡萝卜 兴致充充的 没问题 到时候一起去 还有小天 叶秋扭头看向周围的求恨天 嗯 谢谢学长 求恨天认真地点了点头 他也想去试试 自己的乱披风锤法 能不能用于实战 按照叶秋学长的说法 自己可以凭借柔软的蓝银飞锤 开发出可以不断位移 并且无死角防御的乱披风之舞 上午的修炼结束 叶秋便提前带着将猪离开了 而小兰他们 则是被留在了七宝刘梨宗 隔三差五的上等酒席 已经见怪不怪 降诸并没有说想去啊 叶秋便自作主张地 将他带到了自己的魂殿 许久没有过去看过了 也不知道 楼高制作的暗器 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度 不过在叶秋看来 应该也是够呛 请开吩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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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